來看看喔 像我們的肉鬆 平常如果要配飯 或是說配粥 都很好吃 這間位在市場裡的 肉乾磚賣店 開店至今超過一夾子 全到現在第三代了 許多人從小吃到大 是一種記憶中的味道 過年過節 我就會買這家的禮盒 送給朋友 親朋好友這樣 因為他們家真的是 就設計得很時尚 像檸檬我就超級喜歡 然後像我自己的男朋友 就很喜歡吃蒜味的 因為男生都喜歡吃 那種就重口味的 下酒就很適合這樣 就是我外婆家 其實在這附近 所以小時候 就是跟媽媽一起回娘家 就都會來這邊買肉乾 所以算是從小吃到大 它口味其實蠻多的 而且我每年都會一直推出 新的不一樣的口味 然後像是那個 什麼檸檬元燒 它的檸檬就很香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 讓客人回味再三的味道 從製作的源頭就嚴格把關 選用當天現載的豬後腿肉 油脂含量比較低 有一些比較明顯的油脂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去除的動作 抽性和細心的處理生肉 這是攸關肉乾口感很重要的關鍵 過程當中全程保鮮 還得特別注意溫度的控制 大概1.5 1.5 1.5度 豬肉會因為我們的每個環節的製成 溫度會一直升高 豬肉開始會滋生細菌 那個效率上會變得不好的一個狀態 所以源頭的剛開始的控管是非常重要的 眼前耐心的跟我們解釋每個環節的 就是肉乾店第三代 抽性和 從小背負長輩期望的他 對於回家接班 內心曾經非常的排斥 爺爺其實他是823退休的 退伍的軍人 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嚴謹的 而且很有紀律的一個長者 對我們來講 我們看到爺爺是會跑掉的 尤其他對我是特別嚴格 所以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其實並不太喜歡待在家裡 個性叛逆 喜愛自由的抽性和 不喜歡被約束的感覺 所以出社會之後 選擇做美髮業務 關於家裡的事業 能躲多遠就躲多遠 奶奶有一天晚上 她撥了一通電話打給我 那其實蠻沉重的 然後她跟我告知的是 爺爺的身體狀況其實不好的 那我剛開始聽我是覺得 嗯好 那我應該要常常回家去看他 可是奶奶的意思卻是 希望說已經有到這個狀態的時候 希望我可以回家 開始接班 是時候該回家了 儘管心裡依舊不是那麼的情願 但肩上的責任 終究是躲不了 像這樣的年輕就其實是夠的 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